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鬼谷 第五部 神女心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十一集 有心的脑筋已经有点不太会拐弯了 无论是谁像他这样遇见今晚这么多事情 恐怕也会乏目的 自从他认出风君子之后 风君子说什么话 他就当天树一样听着 风君子带他回家 他想都没想 就跟着风君子去了他家里 夜已经很深了 风君子家里住的那伙人居然还没睡 在客厅里围成一圈打麻将 香烟片果把两个宴会缸都装满了 地板上还放了不少啤酒瓶子 刘欺没有想到 一开门 风君子家里会这样一副乱糟糟的样子 梁英英家几位亲朋好友 见风君子大半夜订了一位妙龄女郎回来 都笑嘻嘻地和她打招呼 笑容中有着暧昧的意思 刘欺还发现 这几个人看向自己的目光 和平时喜遇中心遇见的男人是没什么不同 总在自己脸蛋和胸脯上打砖 刘欺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 再看一眼风君子 发现他眉头皱得更深 你不喜欢外面那些人是不是 那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这是在风君子书房里 关上门之后 他对刘欣说的话 什么忙啊 我要做件事情 我保证多这个事情之后呢 这些人会立刻消失 他们走了以后 你帮我把房间打扫干净 我的手受伤了 刘欣没反应过来 打扫房间啊 那些人会消失吗 风君子从书架上拿出一枚青白色翡翠纸环 反扣到刘欣手里 对他说 这个纸环你应该见过 那我出去之后呢 坐在哪里 将手指伸出来的时候 你就给我戴上 无论讲什么 听到什么 你都不要出声 等他们走了之后 你帮我把纸环摘下来 我的右手不方便 刘欣接过纸环 这个纸环他见过 从事赵雪上次迷糊不醒的时候 风君子从他手上摘走那个 纸环拿在手里 一阵阴闻感觉出来 沉沉沉沉的 风君子又嘱咐他几句很特别的话 领着他一起回到那个小客厅 屋外有个中年男人叫道 哎哟 小王怎么又出来了 这太快了吧 风君子没有笑 而是一脸严肃 他用脚踢过一张椅子 在客厅正中坐下 用不大 但是却很清晰的声音说 几位 麻烦你们停一停 你们猜 我今天干什么去了 我今天 打听出一点消息 关于梁盈盈的 你们想不想听 风君子话一冲口 几个人的动作都停了下来 纷纷牛脸 看向风君子 风君子没有说话 而是举起左手 向着刘欣伸出无名指 刘欣按照他的吩咐 将那枚纸环戴在上面 风君子睁开眼睛 恢复意识的时候 眼前已经没有人了 只有刘欣拿着纸环站在旁边 风君子问刘欣 人呢 刘欣说 人都让你吓不好了 在旁观者刘欣眼里 风君子似乎表演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口气 用一个女人的声音 同时也用一个女人的身份 和屋子里众人受了一番话 刘欣没有被吓跑 原因有二 一是风君子早就告诉他 他将用一个女人身份说话 希望刘欣不要吃惊 而是 现在的刘欣看见风君子 就像看见半个神仙一样 似乎在他身上发生什么事情 刘欣都是可以想象的 风君子知道自己这么做 可能会惊走梁家那伙人 但是不知道梁盈盈说了一些什么 话从他嘴里说出去的 但是在场的只有他听不到 他问刘欣 我刚才说什么话了 这些人都走了 刘欣说 你说了什么话 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转述一遍 我自己确实不太清楚 刘欣看着风君子 不知道是怎么样一奇怪的人 但是他还是转述 刚才那段话了 他对风君子说 你突然开口 喊中间那人爸爸 他的脸都下白了 你问他为什么不让你上学 一定要送你到宾馆上班 那个女人的女儿 学习没你好 为什么可以花钱上大学 还有 你好像还说 他从小就虐待你 风哥 到底怎么回事啊 风君子说 我在模仿他女儿说话 那个男人有一个女儿 四年前意外死亡 他说那个女人 是他的寂寞 至于从小父亲对他不好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想想也有可能 你再说说 我的旁边那个小伙子 说了什么 刘欣说 天口气 好像是你的男朋友 你说你每个月的钱 有一半家里拿走 另外一半 都给这个男朋友拿走了 你的身子 最早也是给他的 可是他对你不好 你知道 他瞒着你 在外面和别的女人乱搞 还说 他告诉你 要等将来和你结婚 都是骗人的 你说 你上个星期已经知道了 他还送给那个女人 一枚戒指 风君子打断他的话 要再说了 大概我都知道了 他们说了什么呀 刘先生 你一说话 他们都吓得半死 纷纷问风先生 是不是疯了 后来你说你没疯 你是梁茵茵 还则问他们 为什么不理你 为什么这么对你 说着说着 你就哭了 呜呜呜呜的 他们说的东西就跑了 连鞋都没穿好 风哥 这些人来你家里干什么呀 梁茵茵又是谁呀 风君子一摸自己的脸颊 果然还要记得 胃甘的泪痕 他长叹一口气 对刘先生 这故事啊 说来就长了 我先来点告诉你 梁茵茵四年前 死于意外 怀疑是遭人毒手 他们是来找凶手 算账的 刘先生说 为这个女孩报仇吗 他们既然是为她报仇来的 为什么听见她的声音 反倒被吓跑了 还有 风哥 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 风君子摇头说 你误会了 他们并不是为女儿 或者爱人报仇的 他们是来算账的 报仇是报仇 算账是算账 这些人眼里啊 没有什么正义和忍耐 只有另一样子 梁茵茵的死对于他们来说 不是失去亲人的悲痛 而是在想能够从中得到什么 所以我才要赶他们走 至于我是怎么做到的 那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的始末 其实你今天晚上遇到的意外 多少也有这个事情有关 我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有一件事情啊 我向你道歉 我和常武呢 是所作所为 无意中把你卷了进来 其实当年害死梁茵茵的凶手 我今天要刺杀你的凶手 是同意我人 他们之所以要对付你 是为了教训我和常武 他们以为你是我们俩的人 我知道你不是 但是你卷进来了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是不会那么讲道理的 还有 那个梁茵茵 就死在汉豪 四年前 四月 二十八号晚上 四年前四月二十八号 刘欣对这个日子印象太深刻了 他几乎下意识问道 风哥 是不是我四年前 在滨海公园门前 第一次遇到你那个晚上啊 风君子站起身来 看着刘欣 眼神中包含着很复杂的情绪 说不清是悲还是喜 他小声问刘欣 你终于认出我了 我就是四年前 你曾经帮助过的那个人 刘欣鼻子已酸 有想哭的冲动 咱还是忍住了 他用略带沙哑的声音打疼 是的 刚才在诊所的时候 我就认出你了 其实 我一直想谢谢你 当时你可以说是救了我的命 我后来甚至怀疑 那是我的幻觉 直到今天 我才确定 那天真正碰到你这样一个人了 四年前 风君子碰到刘欣 是刘欣把他从地上扶起来 并且主动掏钱给他 风君子看出刘欣当时心怀死至 忍不住出言贬醒他 他很想问他那天晚上 后来又发生什么事了 刘欣是怎么想通的 但是风君子始终没有问 现在刘欣好好站在这里 就已经足够了 至于刘欣这几年 在做什么 他心里清楚得很 但是 这已经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事情 你不用谢我 其实我应该谢你 我还欠你一条手绢 和一块钱呢 一块钱和一条命 这怎么能比呢 是你救了我 命是你自己的 又不是我给的 怎么可能说是我救了你呢 那今天晚上呢 这一次确实是你救了我呀 事情本来就是我们造成的 不能算是我救了你 只能算是弥补自己犯的错 我就是奇怪了 怎么每次你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到最后头破血流的总是我呢 刘欣终于笑了 疯君子说的是事实 他要两次面临生命的危险 第一次是想死杀 第二次是别人想杀的 到最后都化现为疑 但都是因为头破血流的疯君子 如果这是他的幸运的话 那么疯君子可够倒霉的了 看着面前这个男人 刚刚经历那惊心动魄的场面 却很平静 不仅仅是平静 回到家之后 还有闲情意志去装鬼吓人 人被吓走之后 又坐下来和他谈起思念前的事情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 刘欣看着疯君子有点发呆 疯君子却露出疲倦的神色 今天一晚上 事情特把他累得不轻的 甚至光荣抚伤了 他打了个哈欠 对刘欣说 我混了 有什么事情啊 明天再说吧 既然你说我救了你 你就得报答报答我 风哥 你想要我做什么呀 听见疯君子的话 刘欣又本能的有职业反应 他平时遇到的男人 几乎是金鸣色的嫖客 男人要说报答 几乎只有上床一个意思 风君子笑了 你忘了刚才在书房说的话了 我说这人走后呢 你帮我把房间打扫一下 打扫干净 我不想看到他们留的痕迹 我的手不方便 所以你来干 打扫干净之后 才去睡觉 风君子的语气 有点拿留心当佣人的意思 居然说打扫完房间才去睡觉 然后留心却一点不生气 不仅不生气 反而感到一丝高兴与坦然 本来他到风君子家里的时候 始终感觉忐忑不安 现在风君子要他打扫房间 这种忐忑的感觉才淡了下去 梁家的人把风君子家里搞得够呛 除了风君子的卧室和书房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乱糟糟的 留心收拾了一夜 直到天亮的时候 才在沙发上睡过去 而风君子早就关上卧室的门 自己闲睡了 风君子 你要小心点 我不能走到你身边保护你 那个孙公子迟早不会放过你的 现在你把姓牛的小姐 带到自己家里 岂不是更危险了 这是在常武家 风君子常武 肖正荣三个人正凑在一起说话 肖正荣言语间说出对风君子安全的担心 还隐约透露出对风君子将留心留在家中的不满 听了肖正荣的话 风君子 举起绑着绷带着右手 笑道 我现在右手受伤了 做什么都不方便 连泡壶茶 煮个方便面都不能自立 不得请个保姆自家照顾一下呀 现在多好啊 有个送上门来的 还不用付工钱 叫干啥干啥 这种好事上哪找啊 我不把它留在家里 难道还赶走不成 常武笑道 这种好事上哪找啊 还不是你自找的吗 你是救他的时候受了伤 风君子 该不会是你洗澡要他帮忙吧 他可是专业的 风君子说 羡慕了吧 要不然我把你的手也弄伤试试 说话要凭良心 我为什么要救他呀 还不是因为有人要杀他 为什么有人要杀他呀 还不是因为帮你查案子 把他牵连进去了 肖正荣查话 哎 你小子 真连洗澡也叫他帮忙啊 你可别听常武虎说啊 我是那种人嘛 这种话 千万别回家讲给肖老爷子听 还有你妹妹听 常武说 你怎么不是那种人呢 你不是亲口承认 那留心是你的相好的吗 风君子说 老常啊 你怎么越说越不像话了 我那是替你顶钢啊 顶风流钢呢 肖正荣不想听他们俩打嘴章 杰柱话头说 哎 别开玩笑了 想想那个孙薇熙吧 他下一步会怎么办呢 张武说 好像不用过分担心 那个孙薇熙啊 现在自己性命难保 武胆受伤 浑尸葬命 他身边已经没什么可用的人了 一只北巴里亚的老虎 还不如一条狗呢 何况他本来连狗都不如 肖正荣说 可是他身边还有不少手下呀 那些人有刀也有枪呢 常武说 这种人呢 我见他多了 这种混混 有钱随时能找一大把 关键时候屁有没有 这段时间呢 这东城鬼子六啊 正和孙公子抢地盘 孙市长失事之后 孙公子早就斗不过他了 如果不是身边有两个高手的话 恐怕命都没了 现在武胆和魂师都不在了 我们呢 也没必要去管孙公子 鬼子六啊 不会放过他的 肖正荣是个军人 从小在军营长大 对常武说的这种黑道上的情况 不是很了解 他皱着眉头问 非要这样吗 我指的是这些人之间 非要你自我活吗 常武没有说话 封君子答道 这就叫竞争 你说你自我活还轻松了一点 这种人呢 如果没有动手还能相安无事 只要一旦真的动手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 彻底消灭对方 让对方永世不得翻身 否则自己将来也不会安全的 你明白了吗 鬼子六和孙维希已经真的动手了 他们两人之间一个人非死不可 自古以来 黑道相争是盖莫能外 肖正荣说 那为什么死的一定是孙维希啊 孙维希找牙一除 小正荣啊 如果我最近身边没有你的话 我也早就没命了 孙维希也是一样 他不比我高明多少 常武接着说 那个孙公子啊 不是不比你高明多少 而是差远了 假如他是你啊 你根本没办法对付他 可惜他不是 哎 姚维希啊 你还不知道吧 孙公子的靠山已经倒了 他老爸昨天呢 被双规了 找牙也去靠山有 这种人呢 什么都没有了 原来 孙维希的父亲 是原孙副市长 县市长人大的孙副主任呢 昨天终于进去了 本来 从孙副市长的实权位置调离 就不是什么好信号 只不过是暂时躲过了一截 而孙副市长最终被双规 也不知道是骆驼身上 哪一根稻草压下来 关于这最后一根稻草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某富商在海外闹离婚 富商的前妻 把富商与孙市长 原先的丑事抖了出来 第二种说法是 关于梁莺莺的 梁家人闹的结果 在媒体上影响太大 不管怎么样 这位老孙同志 躲得了初一 却没躲过十五 听出了孙副市长的事情 萧正荣也松了一口气 他问冯君子 既然孙市长已经倒台了 那梁家的人 这回可以出一口气了 冯君子苦笑着摇了摇头 萧正荣 你错了 梁家那几个人呢 这回不但出不了一口气 反而会失望而归 如果孙市长还在台上 为了影响 可能会用安抚 或者利诱的手段 梁家人受到威胁之后 可能会得到一笔好处 现在孙市长需要保护的东西 已经没了 也就没有必要 再给梁家什么东西 他们呢 要的不是正义 而是钱 萧正荣说 你们两个三言两语的 把孙公子的命运给定了 鬼子六会杀了他 那么孙公子死了之后呢 那个鬼子六会不会是第二个孙公子啊 风君子和常武对望了一眼 都没有说话 有声小说 鬼谷第五部 神女心 第十一集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